皇帝给他封官,他却对家人说,想活下去,就得让外人随意进出我家。 有句话说得好,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不过,当人们到达这个高度的时候,他们就要开始选择如何自保了。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? 其实,古时候都有这样一个规律,那就是圣极而衰,可是时尚这个规律也有出错的时候,比如,我们今天要说到的郭子怡,那么,他又是如何自保的呢?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。 可以说,郭子怡转其而又辉煌的一生,起始于武则天时期的武举第一名,并且,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建功立业的武装人。 在平定、安史之乱的战争中,郭子怡指挥或参与指挥了攻克河北诸郡之战,收复两金之战,叶城之战等重大作战,安史之乱后,他进退土藩,二复长安,说服回合,再败土藩,微服叛将,平定河东,他荣马一生,功勋卓着,石书称他再造王室, 宣高一旦,已身为天下安危者,二十年。 可以说,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中,郭子怡可以说是关键性因素,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加入,安史之乱才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,因此,为了嘉奖郭子怡的功劳,皇帝赐予他焚扬郡王的称号,而且,皇帝不仅奖赏了郭子怡, 甚至,还授予了他的儿子们极高的官位,唐代宗都将自己的女儿生平公主,赐给了郭子怡的六儿子郭暖。 不仅如此,郭子怡更是得到了一张免死金牌,让他的人生安全有了一个保障,可以说,郭子怡一家一夜之间,就成为了长安城内无比显赫的存在。 但是,令人感到奇怪的是,自从郭子怡的王府建成以后,王府的府门不仅每天都大开着,而且,还不派任何侍卫在府外把守。 郭子怡的这一做法,便导致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,他的府邸成为了一个别人想尽就尽的公共场所,甚至,有人来拜访时,也不用对他进行通报,直接进入其中。 不少人对郭子怡的做法感到奇怪,可他却依旧我行我素,毫不在乎他人的眼光。 有一天,郭子怡的手下,因被调职前来向郭子怡道别,可是,进入他的府邸后,却发现郭子怡正和他的夫人儿女们梳洗。 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,但是,郭子怡的夫人和儿女们在梳洗的时候,郭子怡却一直站在旁边打水,地毛巾。 郭子怡的这种行为,根本就没有一点一家之主的样子,在人们的眼中,他更像是一个正在伺候主子的奴徒,所以,这件事很快就被这个手下传了出去。 一传十,十传百,没过多久,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,人们更是将此作为饭后娱乐的笑料。 郭子怡听到这件事的时候,并没有任何反应,在他看来,这并没有什么,可是,他的几个儿子就不这样想了。 在他的儿子们看来,郭子怡一家就都成为了整个长安城的笑料了。 所以,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。 这件事传开后,郭子怡的儿子们便一同向郭子怡提出建议,并恳求父亲好好尊重自己,不为别的,至少也要像其他达官贵族一样,好好保护自己的门面。 可郭子怡听后不仅没有同意,还当场拒绝了他们,那么,这又是为什么呢? 郭子怡说,我之所以把门打开,其实并不是不尊重自己,而是为了保全我们全家人的性命。 在安史之乱后,我一跃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人,当荣耀降临在我身上的时候,危险也随之来临。 所以,我将门打开的原因,就是为了让自己完全暴露在世人眼中,让别人知道我的府内没有任何隐秘的东西。 这样的话,即便皇帝既探我的权利,也不会对我产生任何怀疑,只有这样,我们这个家族,才能安安稳稳地继续存在下去。 郭子怡的这一席话,让几个儿子恍然大悟,他们同时又为自己之前对父亲的埋怨感到自责,在他们觉得父亲的做法让自己丢人的时候,却是自己父亲对他们的最大保护。 听完父亲话后,儿子们都十分佩服郭子怡的这种高瞻原主,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,也只有大唐名将郭子怡享受到了此封好。 而郭子怡作为大唐王朝的中兴名将,七朝元老,他却是受之无愧,他的这种隐忍,正是打破圣吉尔帅诅咒的钥匙。 所以说,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人就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呢? 参考资料,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六十二,就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七十,七朝元老郭子怡。 参考资料,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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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三。